辭掉董事长又辭掉总经理 不清不楚 莫名其妙 只说个人生涯规划 然后他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6月28号台北推派了一位独董 没想到就在当天 这位独董请辞不要当独董 敢做 为什么 难道没有凸显一个公司资里面的 政大问题吗 我现在所得到的 相关的讯息 爆料的内容 其实情节更为重大 整个的公股公司 爆发一个重大弊案的未爆弹 农业部 默不吭声 假装没有这件事情 任由这些重大人士不停的大地震 陷入一个无政府状态 难道你们是想要等到选后 才来处理这件事情吗